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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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许日和和五月未讹 至上苍穹重回心河 至上苍穹重回心河 主梦江山 沿路蒸笼 光天涯 不蹉跎 河姬府里大衣初恶 丛山如柳春秋唱歌 沃云新春 连百姓 怒骨热血 去黄河 叫艺叶 敲男耳 只在斯方 唯笔散舍 对承诺 聋愿 天下 太 billion 肯定 敲男耳 只在斯方 不把黎修干戈 见 없어요 嘟 但要商量 此方 于君这个反复小人 拿了寡人的好处 却还暗中设服 好 寡人就跟他死战到底 晋国的将士听着 哪怕战至最后一个甲制 是你要跟余国血战到底 靖虹 你已被我大军重重包围 如若拼命厮杀 你只有死路一条 还不赶快下马收响 按周理 军对军 将对将 你见到寡人 应该跪地行礼 我已敢杀寡人 若按周理 你现在应该在 晋国上朝李氏 你竟然敢在我的地盘 精兵作乱 我还顾及什么周理 你还不赶快下马受响 我免你已死 给我杀 弓箭手准备 看 圣旨到 于君有令 停止战事 放弃刀割 向晋猴撑响 末将接旨 君父 沈生 儿臣救驾来迟 请君父责罚 没事了 君父 我已经拿下了于国的国都 于君和于国宗室 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君父可以安然回朝了 什么 你拿下了于国国度 寡人最近公务繁忙 不想顾及夫人 夫人不要生气啊 你们是谁啊 善事饶命 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要官给官 要钱给钱 我后宫的美人全给你 千万不要伤害寡人啊 昏君啊 你就是个昏君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要官 也不要钱 更不要什么美色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 贪财好色呀 那你们抓我干什么呀 因为我想看一看 能够为了钱色 出卖盟国利益的昏君 到底长什么样 原来尊驾 就是长这副德行啊 你 你是 我是晋国二公子崇尔 你不是经常派人 与我晋国勾结 窃取我晋国的利益吗 现在我来到这儿了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命 你 你 你什么呀 你的计策定得很不错嘛 先假一借到 收了我晋国的钱财和美人 然后再以国国为耳 让郑宋联军 灭了我晋军的精锐 就算我晋国军队侥幸逃脱 可是在返城市 你却在渔国搬到社福 关门打口 让晋军全军覆没 然后将边界 向我晋国内推百里 你真是得见了便宜 想得可真好啊 我 我不干了还不行吧 求求你别杀我 都是那黎姬 都是他的主意 我是被他诱惑的 我也只是顺水推舟 成人俱美 千万别杀我呀 你现在想收手了 不干了 晚了 渔国有你这样的国君 早晚会败你 郑宋国 有你这样的盟友 也迟早会倒霉 渔国原本是一方乐主 可是在你的治理下 却民不聊生 现在我觉得 如果换一位君主的话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是 二弟 大哥 我就知道是你 能在此地见到大哥 定是大哥已经得手了 是啊 多亏你在暗中相助 我和子虞带领赵家军 偷袭成功 渔国的宗室 全部求于大帝 渔都已经被我们占领了 冲儿 你好歹徒 我渔国 未曾为难于你 你为何要害我呀 那也只能怪你自己太贪心 不然的话 你怎会将全部的军令 都安排在骨刀上设服 我又怎会轻易得手 好了 你想活命的话 赶紧向军中传指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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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是绝心的 你军夫的性格 她翻过头来 未必能够容下这些人 这于国宗室也未必都是坏人 还有一些闲民之事 我要先做好一些安排 二弟 还是你想的周到 好 大哥现在就带兵 到古道救驾 好 给 二弟 大哥 你我兄弟同心 天下无敌 我在这里 我的天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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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zalez Дrank 不 绝不可能 是真的 姐姐 我们的连环巧诀 接连被破 就连这最后一局 已失败 我们一直仰仗的鱼骨 也没能给金军最后一击 竟然也破灭了 这一次就缠那么一点 就可以让金军死在乱军之中 没想到他不但没死 还得到了骨骨和鱼骨 本土大增 这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凡是人为 那就能够为人所谨 是你 是我 李恒 你联合正宋 还有果果 你在上阳诱纱军府和夷乌 有蜜铜鱼骨 扶起军府与骨道 手段卑励 天理不容 你如果再不收手的话 必定没有好结果的 收手 事到如今你让我收手 当令我李恒 国破君王的时候 你怎么不让季猴收手 可见你的仁义 相亲不相礼 果然是内外有病 你根本从来没有把我当过自己人 你从来就没有想过真心助我 事到如今你让我收手 绝无可能 我原以为 时间可以化解你心中的仇恨 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还是如此 上次在东山我放了你 就是想让你为自己而活 不要再活在仇恨当中 可是你 居然一点都没有变 这次 虽然禁军大胜 但是十万大军 却只剩下了两万 活生生的八万好男人 战死沙场 死在你的阴谋构陷当中 难道这些 还不能抹杀你的仇恨吗 这些士兵 本与你无仇 他们也有父母 有妻子有孩子 他们的冤 又找谁去报 我相信这一次 军府也会有座幸福 你给他一次机会 也是给自己机会 放弃仇恨 好吗 姐姐 崇尔公子说得有道理 这一次 禁军营的艰辛 我们输得辛苦 两败俱伤 何苦来呢 只是 就算我们想就此收手 禁侯也未必能容 公子 公子 这可是离世通敌的罪证啊 那不然呢 让军府看到这些证据 杀了他们 可是 这 别可是了 也难为他了 原本也是交映深宫的弱女子 如今为了复仇 竟然谋划出如此的巧句 不仅才智过人 勇气 也不属于男子 是 公子话说得有道理 可是若留黎氏姐妹 久居宫中 日后必成祸患哪 希望 她能够得到教训 能够改国自信 就像军府一样 相信经过此役 她也不会轻易出兵 但愿如此吧 你们放心吧 你们密通诸国 暗中密谋的事情 国君并不知晓 相关证据我已经销毁了 现在两位公子 已经送回去了 你们赶紧回宫 去迎接国君吧 但是一定要记住 你们以后 要安心度日 不要再惹是非 崇儿 你杀了我吧 我这样活着 我这样活着好没意思 姐姐 有一点我们应该向崇儿学习 百折不挠 死而不僵 怎么不见李一级少级前来服侍啊 都下去吧 都下去吧 唯 怎么了 禀告国君 在国君出征的这些日子啊 咱们宫中不太平 不太平 是啊 怎么个不太平 宫中一变 太子府被围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国君上阳城被围 失去音讯的那段日子 何人所为 是谁 是我 埃及 你这是什么意思 禀报国君 命禁军 兵为太子府 是臣妾所为 求国君降罪 先不忙降罪 你且说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国君领兵远政 先传结报 后音讯全无 长达数月 臣妾忧心如焚 而朝政 为太子把持 又听闻太子陪臣 怂恿太子自立 还要诛杀臣妾和两位小公子 臣妾未求自保 也为国君安守候放 这才让禁军抢先一步 为了太子府 臣妾并不想对太子如何 只是 不愿朝中生变 向今后国君班师 此举实属无奈 皆是为了自保 寡人明白你的苦心 但是埃及 你这次误会太子了 既然是余国大劫 自然不会让我军的义兵畅通无阻 想必那些被劫的军报 也是余国高的鬼 寡人这次有惊无险 全靠深深和遗无相助 所谓上阵父子兵 实则骨肉相连 比旁人靠得住啊 臣妾知错 请国君给我降罪 寡人这次出征 惊陷至极 实则一入穷途 重挫之后才先生机 于大气大落至今 也误出一些道理 所谓 人之密堂 我之毒药 角度不同 反正不同 行事若只顾自己 必定拼搏 寡人日后行事 要多顾虑他人 多一地而处 一策万全 埃及 也要如此啊 这次寡人远征果果 先赢后输 又转败为胜 不仅拿下了果果 又拿下余果 仲卿有何见解 国君神武 进军天下无敌 算了 寡人不想听你们唱赞歌 说什么天下无敌 国君神武 寡人心里明白 这一仗虽然最终赢了 但实际上 我们输了 我们输了 国君一举拿下 国与两国 版图扩充为栗战之罪 何以为输呢 这次寡人原以为 拿下国国并非难事 所以寡人轻敌了 才中了国国和宋政两国 有敌合纵的计策 使我禁军 违陷于上阳城外 十万禁军 锐减之两万 这不是惨败 是什么 后来 宋政两国突然撤兵 有逢一无献祭 这他艰难破城 城破之后 补给军须 修整回国途中 又中了渔国的埋伏 若非深圳带人来源 寡人和我晋国大军 都要葬身于渔版古道 这不是惨败 又是什么 国君鸿鸿起天 有诸神相助 这次 寡人就是要明明白白地 告诉主臣 这一仗 寡人虽然败了 但是寡人也赢了 因为寡人虽败 但在此战中 却得到两名福将的相助 就是申生和乙无 他们是禁军 转败为胜的关键 也是我晋国的骄傲 寡人要重赏二人 是 是 是 回禀君父 申生其实很惭愧 申生能成功救驾 并非一人 实则 寡人明白 赵素老将军和赵崔 以及赵家府君 也都一并有赏 回禀君父 遗无更是惭愧 那些破城良迹 其实并非一无所创 而是 二哥所受 你说什么 军父 申生不敢贪功 破为渔国 二弟是首功 是他代人 先控制了渔军和渔国宗室 申生才得以以此 挟持渔国军队撤兵 并一举诫密 是啊 军父 儿臣所献的 攻破上扬的妙计 和攻城神器 其实都是二哥所受 你们是说 冲儿没有死 军父 其实二弟当年 没有死在秦国 机缘巧合 被一个高人所救 这些年 一直隐于山矣 跟高人学矣 军父 上次攻打东山的时候 也是因为二哥相助 所以才使得我们 如此顺利地平定高落实 军父 我二哥真的没有死 并且 他还学会了异能 你们先都退下吧 陈冷到会 沈永 在 此事你怎么看 冰国军 顺庸 不敢妄言哪 召太鼓前来 召太鼓前来 我 我 骑兵国军 崇尔公子的命格已改 已算不出吉凶了 你能生还寡人十分欣慰 如今你又立下天大的功勋 说吧 你想要什么 只要寡人能做到 绝不吝惜 军父 你如何处置 余国和国国 两国宗室 以及背负的战俘 傻 是 余国 寡人与他肃武交往 几番宋力示好 居然还敢背后偷袭 至于宋政两国 也这毫无理由地来打我 待寡人重整军队 日后必灭杀两国 军父 你刚才说 余国与我敬过肃武交往 郑宋更无来由 可你有没有想过 你征战周边二十年 吞并小国三十余个 哪一次师出有名 只许你非裔之战 不许别人师出无名 这次三国之战 余国背后偷袭 让我进军吃了大亏 当你身陷淋雨 你可曾想过 这正是非裔之战 必无善果的 他 崇儿啊 也就是你崇儿 敢这么跟寡人说话 指责起寡人的不适来 一点都不留情面 是啊 以前 你经常说寡人 非裔不战 讲 以仁德治国 慕邻友邦 寡人不以为然 但此番教训 足以让寡人自省 你放心 寡人会善待余国 我国宗室 至于宋政两国 寡人会修书 以事友好 和平共处 寡人还会缩减宫内开支 拿出前梁后赏死难将士的家人 你看 可好 君父 你终于明白 儿臣的苦心了 是你让寡人明白 将心比心 才能各得其案 君父所悟 是晋国之父 是天下苍生之父 这次出征 寡人感受颇多 上阵父子兵呢 关键时刻 还是你们这些儿子管用 冲儿 留下来 好好辅佐君父吧 君父 冲儿素来对朝堂正事 不感兴趣 冲儿只想纵横江湖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纵神江湖好啊 可以快宜恩仇刑下仗义 还能救苦扶贫 可 那 这就是你的志向 正是 冲儿 你想过没有 凭你一人一剑 行走江湖 终其一生 你能救多少人 身为公子 立于朝堂之上参政义政 才能真正为国为民谋伏 若梁政则施则恩则万民 这与你的志向 并不冲突 若而一心为民 妙堂江湖有何区别 你又何必执着呢 冲府 冲儿答应了姜儿 要去低谷 而且我们 好了 冲儿 寡人是一国之君 要留你 你连宫门口都走不出去 但寡人不以君命 而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请求你留下 求我 从新田 到国国之战 你的成长和才干 寡人都看在眼里 如今晋国的实力 已大不如从前了 这次的战役虽说赢了 但是损失惨重 内堂空劫 百姓的生计难以维持 朝臣们对寡人 也颇有怒愤 所以寡人希望 在这个时候 能留下来 祝君父以臂之力 就是 你休息了 你探索人 你悟悟不出来 你指寡人 他就说 但这今天 内地心 公子崇儿死而复生 无所不能 后宫中 黎氏两姐妹 盛宠不率 还有 西齐卓子两位小公子 分得军心 这个时候 公子要想夺敌 情势更难哪 说难也不难 现如今 太子 崇儿 黎姬母子与我 看似是一顶多足 四平八纹 实则上 这只是崇儿的 一厢情愿罢了 况且 黎姬母子 绝对不会轻易收手 而太子呢 他也不会甘心 任人宰割 只要有人耐不住了 稍微有动作 便是一触即发 到那个时候 我的机会便来了 公子 果然是历练出来了 只要公子能够稳得住 李克便随公子一起 静待量级 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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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宠儿 宠儿离近多年 未能在外公身边尽孝 是宠儿之国 他也要是宠儿 江湖 的 宠儿 是宠儿 是宠儿 是宠儿的 我 还凶宠儿 是宠儿的 你还能不能在外公 太子 是宠儿了 你还能够好 是宠儿的 别说了 赶快进去 跟外公好好说说 这几年 你都去了哪里呀 来 走 走 太子实在是太忍厚了 不该在朝堂之上 把功劳退让给崇儿啊 太父此言诧异 并非是深圣把功劳 推让给崇儿 而是这个功劳 原本就是属于崇儿的 他不贪须名 甘愿成就于我 我是他的兄长 又是太子 我怎么能贪功呢 孤儿实话实说 只求心安啊 太子心虽安 但身却不安了 太父此言何意 当年国君受离击蛊惑 将太子贬至屈卧多年 现如今太子 好不容易东山大劫 并且又旧驾之功 重返朝堂之上 正可趁势崛起 重掌大局 可太子这一退让 恐怕横生变故啊 变故 太夫多想了 就算是崇儿 功勋卓著 我相信他也不会与我相争的 看来表面没有什么相争的 但是太子 老夫只问你一句话 不认识 今天朝堂之上 国君出征期间 离击控制禁军 违宪太子府 意图不归 太子为什么不向国君禀报 为什么不借此相离世发难呢 这个 另外 东山一事 离世果真无辜吗 太夫 他 他纵然是有罪 但他毕竟是一介女流 而且他所做的事情 也是为了父母和家国报仇 其情可恕啊 这是崇儿跟你说的吧 他真情可恕 再可恕 他做了危害禁国的事 就不能姑息呀 太子你想一想 如果此次稍有闪失 国君在外遭遇不测 太子被围 那么禁国的江山 将掌握在他的手中 那么天就会变的呀 是啊 太夫说得是 他是有罪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 他毕竟是一介女流 而且现在从名义上来讲 他又是我们的庶母 我一个堂堂七尺男儿 又是禁国的太子 我怎么能跟一个女人斗呢 女人 女人看似很柔弱 狠起来 比毒蛇还要厉害呀 太子 日后要多加防备 莫上了他的道 遗恨千古啊 太夫放心 深圳心里有数 我会多加防备的 真想不到 您还有这番的机遇呀 更想不到 这太后 还有如此的能耐 当初我们在敌国的时候 他只来往于各部 为边民看着送药 看着古刀热肠 实际 江湖气过甚哪 是 顾明知他与你母亲 相互有好感 我却横加阻挠 硬生生地将你母亲 架到了进宫 现在想起来 的确是老夫 有一念之思 无论你母亲 本太好的一生了 话算如此 终究是 人各有命 外公 也不必自责 也罢 事到如今 后悔无意呀 崇尔 你既然回来了 有什么想法吗 先复命崇尔 在朝中 参政一事 参政 太好了 国君 终于看到你的才干了 冲儿 日后你可以大展拳脚 实现你强国安民的报复了 我不这么认为 如今朝上奸小横行 后宫有妖妃当道 内乱频发 这时候让参政 恐怕会致女疯狗浪尖 未必是件好事 舅府说的 冲儿也想到 但是我觉得 越是在这个时候 越需要力挽狂澜 冲儿绝不会置身事外 碌碌无为的 嗯 冲儿所言极是啊 那你是打算辅佐太子 还是联署老臣 谋求自立啊 难道只有这两条路吗 军府命有参政 我列班一日 就不会参与各方阵营 我也不会为自己打算 我要做的是 革新毕正 让靖国 尽快地赴墙墙 你的想法是好的 但你应该明白啊 你要是不选择战队 别人 也不会选择支持你 若是没有朝中众兴的支持 你的众多举措 也很难实施啊 以前 冲儿见军府有错 总是见言相争 拼了命地让他听我的 可是现在冲儿才明白 与其把时间和精力 放在说服一个 原本就不同道的人身上 还不如身体力行 事实胜于雄变吗 所以对于那些 只知道战队 看军府脸色行事 一心只想了为自己图利益的人 冲儿 是绝对不会与之为伍的 冲儿相信 我的报复 我的自信 不靠任何人 也能够实现 冲儿 你成长了 你终于明白 如何才能施展自己的报复了 朝上的事 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冲儿 不管怎么样 你就按你想做的去做吧 有些事情只有做了以后 才能明白是否呛的 就算失败 也是积累了经验 你尽管 尽管大胆地去做吧 好 多谢外公之旨 冲儿敬您 好 舅父 来 好 寡人自班师之日就下令 命你们就募兵阔军之事 献计献策 可时至今日 你们却监口不严 是何居心 李克 你已身为大司马主管军务 别人可以不说 你呢 你躲得过吗 好 国军 并非李克和诸位大臣 只军命于不顾 只是眼下国库空虚 没有钱粮 要向破军弹何荣誉 况且 就算是有了钱粮 还得有人 我经过连年征战 不仅青族弟子 人数锐渐 就是在国人中 能够用得上的青壮男子 也损失惨重 再加上远征国国 虽胜有败 十万大军 简直两万 谁还愿意 将子之兄弟 送入军中呢 你是说 你没有办法吗 在短期内募兵扩军吗 今日之行事 就算剑悬在头上 臣也没有办法 君父若信任 崇尔愿意一事 你是说 你有办法 在短期内募兵扩军吗 是的 崇尔已有些办法 晚些时候 会将奏书 呈给君父 你们都听到了 你们这些为人臣子的 拿着寡人的俸禄 夸夸其谈 在用人的时候 却无人可替寡人分拥 如果崇尔办成此事 我看你们这些司空司马 司寇的脸往哪儿割 崇尔 你尽管放手去做 崇尔定当竭尽全力 今天朝堂之上 你终不该出头啊 外孙不明白 你即便有什么良策 可以悄悄地称递给国君 或者是私下里去拜访李克 然后再以他的名义 成递给国君 这都为上策呀 一来可以把你想办的事情办成 二来还有成人之美 你既笼络了众臣 而且从此以后 你势必得到李克派系的支持 可谓一举多得呀 可你现在 把所有人都给得罪了 外公 我明白您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 在朝堂之上 就应该各输己见 能明着做的事情 干嘛要背地里行事 崇尔倒是不计较个人得失 我就是看不惯 他们这种凡事都要推诿的态度 崇尔认为身为臣子 就应该替君分忧 为国事 历经徒旨 总不能太计较个人得失 可是 我支持崇尔公子的意见 当今的朝堂上 就应该有这样的风气 不过我更好奇的是 公子有何良策 在没人没钱的情况下 也能阔军募兵 是啊 我也觉得好奇呀 崇尔 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听听 这清族和国人当中无兵可争 但是还有庶民呢 你是说庶人 这就是你的良策 招庶民为假 没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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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